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Refer to the Figure 它就問我們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true 看來這四個答案裡 ABCD都在問我們三角形ABC 即是說這個 和大大這個三角形DEF 他們是否相似的原因是甚麼 好 事不宜遲 拿點檔案子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於科技佬才進 按按鈕 整幅圖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忍耐忐真心看來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即是說現在先解一幅圖 我加工了一些東西 我叫了這個三角形ABC做黃色 另外我叫了這個三角形DEF做橙色 方便我講解 即是說等一下我們要設定辦法 去證明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原因是甚麼都要寫出來 我們不如這樣先做一做 就是in 三角形ABC 中文的同學 即是在黃色三角形ABC 我在這裡看到甚麼 首先我處理一下 我想說一說就是這隻角 不如我給它綠色不距 這個角到底是多少 而事實上這個角 叫做ACBOY 理論上它加上這隻60度 再加上這隻45度 加上這隻60度 即是60度 再加45度 理論上會等於180度 當然啦 原因當然就是英文 先用英文 就是Angle Sum of Triangle 中文就叫做三角形內角 OK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綠色那隻角 就叫角度ACBOY 寫好一點點 就會等於180度 所以換言之 心裡有數 將各ACBOY 綠色這隻留在這裡 那麼它會等於甚麼呢 如無意外 就會將各加105度 調過來變成 減105度 即是180-105度 正確答案就會是75度 所以即是說 我更新在圖上 這個角度 應該就會是75度 好了 之後我又想看看 在橙色三角形內 這隻角 到底是多少 所以其實在這裡 這個紅色的角 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就會寫 就是 就是EN這個三角形 就是DF2 中文的同學 即是說 這個載 這個橙色的三角形 DF2 到底它的角是多少 我們在這裡看看 首先我們會知道 就是那個紅色的角度 就叫甚麼名字 就叫做 這個 就叫做 FD2 再加45度 再加上這隻內角 就是75度 加上兩隻內角 第一隻是45度 再加上第二隻 就是75度 理論上 加上內角 就會是180度 當然 原因也是 先用英文 就是Angle Sum 就是Angle Sum 這個Triangle 中文就是三個零內角 OK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我們心裡有數 就這隻 紅色的角度 FD 把這兩個 加上 45度 再加75度 那就加上 就是120度 就等於180度 將加120度調改變成120度 就是180-120度 所以最後終結答案就出了 即是角度FDE 180-120就是最後答案就是60度 所以其實我們更新它 即是在圖上的紅色角度是60度 現在我們正式來了 不如我們證明一下黃色和橙色三角形 是否相似 就是IN 告訴大家 這個黃色的三角形是ABC 還有橙色的三角形是DFE 當然給你足夠的卡拉利 這個是橙色 而這個是黃色 中米同學就是載這個三角形 ABC就是黃色的三角形 還有橙色的三角形就是DFE 由於我們看到的東西 三部曲 今次我會用AA 因為原因就是 所以說真的 都擺明就是三角形是大家 相對應 相等的啦 所以第一隻我會看到 就是不如我寫 這一隻啦 就是這一隻啦 首先我寫就是角度 就BAC 不過說真的你都對到的啦 哎呀 那麼錯了 不好意思啊 對了 你會對到的啦 角度BAC BAC 就是213 所以對應就是213 就是FDE 那就是角度FDE 我用紅筆啦 FDE 意思是上角度FDE 我為什麼用紅筆呢 因為角度FDE 就是這隻紅色角 看到嗎 就是60度來的 在上面都已經做過給大家看的啦 就是這隻 是不是 所以可以寫一句 就是告訴別人 是Proved 中文的同學就叫做以證 以證 以證明的意思 以證 好了 接著第二 我也會看到 就是綠色的角度 ACBOY 好了 它會等於什麼呢 真心說 對方位 ACBOY 就是132 對應就是132 應該就是角度DEF 就是角度 就是DEF 好了 當然就是等於75度 因為說真的 這隻角是差不多 對嗎 綠色的角 這隻角也差不多 所以原因就是Proved 中文的同學就叫做以證 OK 好了 最後 第三個角度 應該還差哪一隻呢 就是 差一隻 B角 沒有寫 即是寫不到角 所以直接寫就是角度ABC 就會等於什麼呢 角度ABC 就是1 2 3 所以1 2 3 就是角度DF2 OK 就等於角度DF2 老老實實 都不難發現 角度DF2 也好 這是45度 甚至角度ABC 都是45度 所以其實直接寫 就是45度 原因就是Given 中文就是以知 OK 所以我們心裡有數 就是黃色的三角形ABC 就是黃色的三角形ABC 就會是相似於這個三角形DF2 好了 給你一個黃色的三角形 而這個就是橙色的三角形 OK 中文同學就是黃色的三角形ABC 就會相似於橙色的三角形DF2 當然 原因就是 A A A 當然 整件事搞定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選擇 整個答案就是 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我看到了 整個答案就是D 對 他們兩個相似的原因 就是A A OK 好 終於搞定 OK 其實這兩個很相似 小心一點 大家都是三角形ABC 但是 在這裡 其實你看到 這一個 和下面這一個 是不同的 因為它對不適合 那個次序 可以嗎 應該是三角形ABC 對回三角形DF2 因為角對角邊對邊 明白嗎 它調轉了一些角來對 上面那個B 所以這個其實是錯的 小心一點 OK 好 終於搞定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給你們一個詳細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